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國服裝發展事務上的一些思考 中國是一個有著巨大的消費群食 以及產業量規模巨大的這麼一個國家 然而卻很少有鮮為人知的品牌 在國際市場上有較強的競爭力 那麼我們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具有品質感和生物力的產品和品牌嗎 為什麼我們還要去買別人的馬桶站 買別人的奶粉 難道我們沒有有激發生物力的東西 可以維繫我們未來的品牌之路的發展嗎 我們在服裝品牌的發展中 是不是也可以借鑑出一些品牌的中指力 和品牌的輸掌力呢 我們先來從服裝發展一個女性化體中講起 我們可以看到在八十年代初期 我們中國也在世界範圍內 受世界範圍的影響 我們有了一種形式 一種叫倒三角的服裝的形式 這個倒三角服裝的形式 從戴安娜王妃 一直到美國的泡沫這道具 都在應用著這個形式 那麼這個形式深深地影響了中國 然而它的背後 卻有一些深刻的原因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這個時期 在德國的女性走入工作崗位之後 發現她們和男性的地位 有著懸殊的差別 於是她們想通過用服飾的這種形體 爭取她們的地位 用服飾的這種裝扮 獲得她們應有的這種權利 那麼在中國八十年代時期 我們知道都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 我們的服裝和形式都是非常保守的 在於那個時期 有了這麼一個倒三角形的服飾 我們是用欣然接受和獵奇的形態去接納她們 那麼它的背後就是關於女權與平等 這樣的一個關鍵詞 衣食品和人們屬性之間有著強烈的某種關係 這種關係也支撐了這種服裝產業 能夠走向它的規模化 而獲取人們去購買能力的一個主要的推手 無論是倒三角形的服飾 折裝的裝扮形態也好 還是我們對它的接納也好 它充分說明了這種服飾 背後女性需要獲得自強自力和自信的一種特徵 而我們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是用一種接納和被動 或者說叫被動接納的這種心態 來獲取這種形式的 我們再來看一個關於素形性服裝的 就是它的流行 在素形性 所謂素形性的服裝 是把衣服的裁片用這個立體的方式 就是拼接在人體的衣服上 又人體的形態上 那麼有的時候這種形式呢 會用立體裁剪的方式 那麼它所帶來的這個素形呢 是具有立體和幹練的特徵 比如在早期的西方的女性 已經採納了這種複製形式 包括後期的有一些西裝的形式 也都流入到大陸的 或者是我們女性主體的服裝潮流當中 我們可以從圖片 依然看得出這種服裝的形式 也一直流行到當代的婚紗 或者是我們中國的一些職業裝 我們中國的職業裝中 一直延續到現在 那麼我們實際上是一種從西方被動接納 那麼主創體是西方的這麼一個體制 那麼缺少產品的背後 我們缺少這個產品品質的發展 它的背後也大大存在於 因為我們缺少對人文屬性的這種研究 然後我們真的缺少主創能力和品質的能力嗎 那麼我們可以把眼光放回到在我們唐朝的時期 唐朝是一個有榮乃大 兼容定序的時代 在那個時代唐朝有78個國家的使節 入住在唐朝的首都 然而那個時候的服飾是非常的龐大 但是唐朝就是一個這樣的國度 它可以把任何有各種服飾特徵的體制和形質 消化 溶解 最後變成它自己的語言 自己的民族的特徵 這個也充分說明了我們有這樣的能力 有這樣的思想為背景 有這樣的人文的屬性 可以去歸納這種特徵 可以去獲取自己獨立的 或者具有主創能力的服飾的能力 然後我們再回到古羅馬時期 在古羅馬時期我們可以知道有一個叫金奢令 這個金奢令實際上是當時古羅馬的很多貴族 他們幾乎花掉國庫的四分之一的儲備 來採購中國的China和中國的Fill 那個時候的中國的奢侈品 是讓世界人目瞪口袋 所以這也說明我們是具有這種品質的生產能力 具有這個品質的主創性 那麼我們中國在大多數時期 尤其是00年之後 大量的採購這個奢侈品 國外的奢侈品 國外的有些品牌也深為我們所知 然而中國有多少人知道 我們中國有多少服裝品牌呢 這個幾乎是很少的 我們中國的服裝品牌不為我們自己的國人認知 也有種種的原因 也有我們對於品牌屬性探究 或對於資深文化的研究 缺少一種主動性或主創性的原因 我們在數十年的發展過程中 也都經歷過中國它的發展企輿論 包括我們現在很多有倒地潮 包括服裝品牌大品牌的倒地潮 這些都深深影響到我們這個行業 產業的行業 我們其他產業 其他的產業行業的各種形態的發展過程中 也出現了這個問題 這是不是說明我們也缺乏 對我們自身的研究 自身價值觀的體現的研究 應該更深入一步呢 除了我們在產業上的推進 流行形態的推進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把自己的價值觀 還有我們自己的人文屬性 做進一步的推進和進一步的發展 在數十年的這種設計中 我們也深入到各個民間 我們對民間的一些元素進行挖掘 我們覺得中國民間的元素是最為可貴的 其中我們也看到不少的傳承人 在他們自己的道路上艱難地前行著 我們也特別地感動 我們也對這些元素進行了原始的發掘 我們覺得它完全可以做得非常現代 這是我們當時採訪水鄉服飾 我們做了有數年的研究 它包括它的傳承 包括它的有一些服飾形態 當我們把它做成現代的服飾的時候 我們到米蘭時裝周展覽的時候 沒想到那麼多人都深深地喜愛著 而且很多人還不好意思前來問我們 向我們徵詢關於這個設計是怎麼來的 而且很多有一些渠道商 包括阿曼尼亞還有就是小奈爾的渠道商 非常的感動 他們覺得 MISS IN你是最代表中國發聲的東西 你們有創造中國最美麗的能力的一個公司 所以我們也很感動 我們覺得我們只做了很小的一點點 但是我們不能不做 我們不能不去開始去做 我們最早的時候 我們第一件當時想著去做 有中國創意精神的小產品的時候 是從蘇州的地圖開始 這是蘇州的平江圖 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應該是一個宋代的悲客 當時我們就在想 我們怎麼來開發它的心意呢 我們調研了一下 因為蘇州是從吳王時期 它的規劃人應該是吳子虛 當時他當宰相的時候 像土長水做了城市的整體構構和規劃 於是我們保留了它整體城市的構構和規劃的形態 然後我們又融入了一些新的 具有現代感的這種元素和設計 最後我們又加上有一些現代的技術手段 以及現代的一些 結合現代手工的草染原料 和現代的折裝的流行感的研究 我們做了一個現代的資金佩戴品和裝飾化 然後這個非常受歡迎 在很多有些使館來法 或者是紅紫學院 他們都把我們的這個產品 當成是我們蘇州城市的象徵 把它作為在交流的時候 推向世界各個城市 我們想 這只是我們做的點點地基 當我們走到把這些小小的產品 帶到米蘭市博會 帶到米蘭的時裝周的時候 很多的渠道商也好 或者是大牌的產品總監也好 都為我們的產品禁忽 他們覺得我們發出了中國最美的聲音 我們做了中國最好的事情 因為中國現在缺少品牌 最重要的是缺少思考 缺少對人文情懷的思考 以及對我們整個中國的哲學觀和哲學價值觀的思考 所以除了我們要用一種強勢 去推廣我們的市場經濟價值 還有我們的市場的規模 我們更多的是要反思我們自己 反思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 為我們民族的推進做更進一步的探求 那麼我們也希望 我們只是我們可能只是做了一點點 我們在這個鋪路 我們只是一個這個路上的鋪路石子 我們也希望我們未來的設計師 或新以來的設計師或品牌公司 能夠踩著我們這些鋪路的小石子 一步一步的前進 我們要發出中國的聲音 我們最終要做出中國最好的品牌 我們也要在傳統的繼承和發揚上 做進一步的探究 謝謝大家分享